明天一隻近 電視就開始變軌了 未來各秀開工均衡這次跟廣告合作的強項 做過來做生電的選擇 現場 剛才有公共的課程內容 工資也實際操作 以及基本的有獎爭達 也帶來收入去和核心做個參與 小朋友對這次的課程表現得到這麼多 透過課程了解用電愛注意的行動 以及這兩點團的重要性 大家做過來收穫 我們在地球 有特別的學生朋友有這人用電的觀念 未來高校海峰混合 這次跟廣告合作的手上 做回來做這電的選擇 學生朋友做生意就不會用 電視不易處理 而且不能浪費的進卡觀念 講的東西印象最深刻你聽到是什麼 發電廠的歷史 看完電視就把電視插頭拔掉 然後手機一充滿就把電關掉 然後冷氣就設定28度以下 地球的話海平面上升 比較簡單 那你平常都怎麼省電 隨手關燈 晚上睡覺如果沒有用的話 電燈的插頭還有電視插頭 兩個都會拔掉 冷氣溫度調高一點 隨手關燈 因為地球冷化所以我們要省電 鋼琴現場 鋼琴也帶來 是這個物品的操作 還有有獎爭達的活動 讓小朋友了解這電的重要性 透過鋼琴中小小的遊戏 來增加小朋友的印象 就出讓小朋友對這電有更新的實施 是不是老師都教你要省電 對 你用什麼方式來省電 冷氣都切28度 你在家裡都怎麼省電 沒有温熱的話就不要開冷氣 老師今天有沒有帶你們玩遊戲 那你喜不喜歡老師今天講的課程內容 是啊 割本頂的理論只有文理的表達 若是可以透過物品的實施操作 不可以讓小朋友簡單了解用電的觀念 也可以為生活中開始做到這電 暖化的問題現在很嚴重 那也是必須從比較生活的部分去做起 講很多理論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會變成一種純知識 那從生活中去實踐 對環保真的有去做一個付出 主要是有食物 然後有一些部分是他們自己 可以操作的部分的話 或許有一些原理他們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些操作他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台灣目前也是以火力發展為主 所以能源處理對環境有一定的傷害 透過理想的質疑 不可以申請 還可以來修好我們的地球環境 記者定規矗 差不多